台湾的藝術水 各位好 我先改水兩句 我和你做參考 改水改水 改文說他 好朋友 今天我們來研究 研究一個台灣的味噌 最多的在做味噌 如果讀書的人那些文人在用 都要用論語一句 名字一句 中用一句 讀書的人在用的味噌跟我們生活中 在說的味噌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味噌在用 在上升我看到萬行的事物 所以叫我們的幼兒來聽學台語 來聽話說 味噌在說 不一樣的事物的特色 要讓我們用那個答案 儲備在哪裡 來 國政今天講一些 勞勞失敗我們的這些食品 第一條我們來講 說他就是淘氣蒼 賣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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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以前就是有手 這種動物有才會記倉 他的賣妝在手 在白的時候 玩得唱唱 賣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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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妝的時候 這種動物看起來 跟人家不一樣 賣妝 賣妝 如果賣妝 賣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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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政這樣不用改水了 這我已經來改水 坐在我旁邊看電視 我會怕你是誰知道了 對 過年時 下個禮拜 我們都出一出 賣妝 賣妝就是現在 賣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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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妝就變成紅 再來第二條我們的藥 藥有一個說 過年時要放在這裡 不過夏天時 多多多 普遍都會吃 這種食品 尤其這款食品 概藥術 南部跟北部有分別 第二包說 這四角秋秋 金大燈藥 燒刷 漏水氣 起來 百行李 四角秋秋 我們在說 說讓那個人生中調到秋秋 你幾代再加 這沒牌位 表示說很有精神的意思 這款食品就是四角秋 中間再放一條酥 叫金大燈藥 再來後面 這就是南部料理的方式 燒刷 漏水氣 起來 百行李 對啦 國政 這很簡單 五日坐一定會吃 沒吃五日坐的藏 發香不甘膀 南部用力章的香 在那裡包都用什麼 所以南部的藏 燒刷 漏水氣 起來才百行李 北部呢 北部就是用孫 北部的藏在北藏 說到這個藏 目前還說一句 很醜味的談話 我們說 天要降的時候說 拼下 那就是藏 北部的藏 剛才跟天降的時候 要換 我們才會說拼下 再來 第三條 我們要說過年時 過年時 我們家人 我們一定要敬拜 敬拜什麼 坐點地 吃小禮 百度來 滅 滅 滅 沒有什麼 它都坐在那裡 點點 沒燈當 你去拼拜 他吃很小禮 他就只有朋友那裡 他也不會真的吃你 百度來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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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對 健康 過年時 我們常常要拜公媽 公媽拜 我們的新主拜 就是這條 坐點地 吃小禮 百度來 滅 滅 滅 真實的答案 祝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